哈喽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用豆腐和猪血韭菜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这种做法非常的简单,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块新鲜的嫩豆腐 豆腐我们将它对半切开 切开以后再改刀把它切成条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方块 切好以后先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往豆腐里面加入一勺食用盐 然后再加入一大勺的生抽酱油 再倒满一小碗清水摸过白豆腐 我们把豆腐给它放动一下,让它更均匀一些 然后我们先放一盘浸泡20分钟 这个时候我们把猪血也放到案板上 把猪血也对半切开 也改刀把它切成条 条切好以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方块 把猪血切成我们手中这样的小块就可以了 全部切好以后先倒入碗中备用 再把韭菜给它根部切掉一点不要了 然后再改刀把它切成小端 韭菜切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多些大蒜用刀给它切碎 把大蒜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把它剁成蒜末要多细一点 蒜末剁好以后倒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切了皮的生姜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我们把它切成姜末就可以了 姜末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些小米椒把辣椒吧切掉 把小米椒给它切成小圈 小米椒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准备一些小葱直接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以后和蒜末放在一起 接下来调个料汁一小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勺鸡精 少量的胡椒粉 一勺生抽酱油 少量的玉米淀粉 倒满一点点清水 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 我们提前调个料汁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先放一边 这个时候我们的豆腐已经浸泡好了 把豆腐这样浸泡一下 吃起来就非常的入味了 看一下它的颜色也变成生糖色了 接下来我们把豆腐里面的水给它倒出来不要了 豆腐倒出来以后先放到碗中备用 接下来起锅把水烧开 加入一勺食用盐入个底味 我们要把猪血放到锅里面给它操一下水 这样去一下血水也能去一下异味 这样吃起来就没有太大的腥味了 大概操水个一分钟左右 也不要煮的太久 煮一分钟之后 控水捞出来先放一边 接下来起锅加入少量的适应油 油热之后把蒜末放入锅中 给它翻炒一下 把它们翻炒出蒜香味和辣味 炒香以后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把豆瓣酱给它炒出红油 然后再把豆腐加进来 猪血也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均匀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等到您发菜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翻炒均匀以后 再把调好的料汁加进来 料汁加进来之后 快速的给它煮一下 大概要煮个一分钟左右 煮熟以后 再把韭菜加进来 开大火快速的给它翻炒一下 把韭菜给它炒至断生 韭菜这里也不要炒得太久 如果炒得太久也不好吃 翻炒个六七八下 将它出锅 倒入网中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鲜香美味又好吃的 豆腐炒猪血就这样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下酒下饭都非常的不错 就算是拿来找到客人 都非常的有面子 而且它的原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的 如果大家之前炒得不好吃的话 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来做一盘 保证这样做出来 比饭店里面做出来还要好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都喜欢这个做法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